歡迎打開ROBI頻道 今天的主角是 JoJo的奇妙冒險 不滅鑽石 JoJoの奇妙な冒険 Chapter 1 由拍過二隻叫點 鬼來電等作品的日本大導演 三池叢使 漫改小王子三騎閒人 神木龍之介 小松菜奈 鋼田江森 三田孝之 伊士谷有介 以及關月亞里莎主演 這個卡斯看起來是非常的堅強 也是一部非常讓大家久等的漫改電影 我在看這本漫畫的時候 是覺得這是一本 絕對不可能翻拍成電影的 一個日本漫畫 而現在這個真人版的JoJo 真的出現在我眼前了 在預告裡面看起來 那個替身效果還做得蠻不錯的 看來日本是真的想要把 這本神作漫畫 翻拍成一系列的電影 結果真的是 太讓人火大了 好好的一部動作 冒險 懸疑 戰鬥故事 怎麼可以拍得這麼慢 這麼難看 原作的漫畫家 荒木飛呂燕 他算是一個 非常會畫分鏡的一個漫畫家 可是這部電影 完全跟我在看這本漫畫的時候 所想像的電影是不一樣的 可以說是跟不上漫畫的水準的 第一個問題 我剛剛講的是節奏 不知道是導演刻意的 個人美學風格 還是真的在拍攝上面 出了什麼問題 感覺他可以剪接的內容不多 於是常常是一個鏡頭 講了太久的故事 有些鏡頭都太長了 時常要等一個演員 講完這句台詞之後 再講下一句台詞 然後中間會出現空拍的狀況 這是讓我很不能接受的 還有讓我感覺在剪接 以及劇本上面的問題 就是有太多累贅性的敘述了 敘事上面太繁瑣了 加了一些漫畫沒有的戲份 但是大部分又都不太成功 像是三田孝之的角色 其實不用講這麼多他的故事的 我是覺得三田孝之這個角色 一旦戲份過重 那後面出來鋼田江森的那個魔王 就顯得比較可有可無了 除非你也必須在鋼田江森的角色上面 加更多的戲份上去 我感覺可以剪成一個半小時會比較適合 畢竟他只改編了兩本漫畫書的內容 第二個問題是台詞 在這方面 劇本似乎又不敢寫太多漫畫裡面 沒有的台詞給演員 常常看到主角一直在呼叫對手演員的名字 台詞的部分真的很平靜 順序的改動我也不太滿意 電影的結尾 東方藏著說要守護這座城鎮這個宣言 其實應該在中段那個大事件發生之後 他就要講了 在結尾講的話 就會因為時機不對 而顯得這個角色有一點做作 劇本雖然大致都還按照漫畫的劇情去走 可是中間的調整 就讓人感覺是改了一團糟 真的是越看越火大 JJ這本漫畫一個很大的特色 是這些替身的戰鬥 我們讀者是會體會到絕望感的一個緊張危急的狀態 然後看著主角獲得智慧 或者是小聰明來逆轉取勝 不過在這部電影裡面 我完全沒有感受到絲毫的絕望感 即便是一模一樣的戰鬥劇情 說故事的方法不同 聽起來就會得到完全不一樣的感受 不過在電影的一開始 我也肯定他似乎想要走一個比較寫實的風格 把某些角色是描寫的不錯 像是主角的外公 在這部電影裡面 幾乎成為故事內在的一個核心人物了 所以這部電影還是有好的地方 可惜在電影的劇本啊 節奏上面就是做得不好 三騎賢人的扮相是可以讓我相信 他是東方上駐的 而且他的帥度是滿夠的 我之前不認識三騎賢人 但是在看這部電影的時候 一直就讓我覺得 喔 這是一個很帥的男生 但是他的表演沒有很出色 有點愧對他漫改小王子的稱號 在這個原作極度風格化 但電影卻是在黑暗寫實 他的表演對我來說只有及格而已 陳太陽的選角有一點太瘦 或者是戲服的關係 讓他看起來就是沒有陳太陽的高大 我不喜歡 而且太老了 但我想真的很難找到一個日本演員去飾演他 而且北春衣灰可能要留在後面那個魔王對不對 神木龍之界的康一 可能也是扮相的問題 對我來講也不太討喜 廣賴康一這個角色 應該要更單純天真一點 不過我大概也從神劍闖江湖的中一郎開始 就不太喜歡神木龍之界這個演員了 三田孝之和鋼田江生 兩個反派的表演都不錯 尤其是三田孝之表現得很好 很可惜鋼田江生那個角色因為節奏太多的關係 讓原本應該是滿感人的故事 看起來一點都沒有力量 《杜王丁》看起來美得很多 據說是到西班牙去拍外景的 替身的CG特效很不錯 但是戰鬥起來還是沒有動畫看起來的那麼有氣勢 整部電影下來 該精彩的不精彩 該絕望的不絕望 該爽快的地方也沒有多爽快 該感人的也不怎麼感人 這部漫改電影真的是令人太失望了 如果你真的很想看這部電影 你有了這些心意準備 想看就去看吧 可能你把期望值拉得比到低之後 會喜歡也說不定 對我來講是一次不是很好的觀影經驗 我還是習慣念JoJo冒險野狼 JoJo的奇妙冒險不滅鑽石 這部電影我給的評價是 以上這就是今天的影片了 希望你喜歡今天的影片內容 喜歡的話請幫我按讚 並且把它分享出去 還有找找你的訂閱鈕 訂閱我的頻道 如果你想要在第一時間之內 知道我上傳影片的消息 別忘了在訂閱之後 再按下那個小鈴鐺 如果你有任何意見或想法 歡迎在下面留言讓我知道 這是羅比頻道 祝你今天有個美好的一天 我們下次影片見了 掰掰